這邊它就會跳出來一個選單 給你去選所有的套件的一個 首先可以先選套件的來源 那我通常就直接選它 好那接下來就會有一個選單 然後就是在這邊慢慢的找 找到Q開頭了 反正就是在這邊找 找到你要裝的套件的名字 像今天等下是Crumbo的 假設我找到了然後按確定就可以裝了 好這個是第一種方法 那第二種方法是可以在這邊透過達圖 看得到嗎 點Package 你可以用Tab它的自動方法 然後一樣 因為你要打那個套件的名字 那Package你只要記得加那個雙檔 這個就是 Pack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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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邊按Enter以後就可以 那它這邊會問你說你的Library 可以是要裝到Global的還是裝一個 就是只有現在這個User可以用的 那這個大概在你設定伺服器的時候會有關係 通常你自己使用是沒有關係 Pack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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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邊有一些權限的問題 在Windows7底下 如果你要裝Package的話 你可能要就是用那個Edit 就是你的執行身份可能要用那個 就是要選這種一系統關係的身份執行 它才會比較順利的安裝 是QA-T嗎 Q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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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D 那安裝過程就像這樣 它會有一個download的實刷 它在Wigos裡面就會 就會download一個VIP檔 然後接下來它會自動幫你把它裝完 那預測會自動幫你把Dependency的問題給解決 就是如果它有用到一些其他的套件 但它現在它這邊有用到Defaults XTS等等這些套件 那這些套件它就會自動幫你下載 然後幫你安裝 那這個是 這個是用最簡單的一種 兩種方式 一種就是用這個Menu程式套件 然後安裝 另外一種就是我剛剛打的 用Install.package 那在RStudio底下也類似 也是在Torz這邊有一個Install.package 那因為它最近都還一直在改版本 所以它UI可能隨時還是會改變 至少 這大概跟我一年前用的UI不太一樣 可是大家都很簡單 然後也是一樣在這邊打 那它我記得會有自動完成 那可能因為現在網路的關係 網路速度不夠快 那一樣打好然後按Install 它就會進入類似的動作 那這個是透過Crank 直接用在有網路的狀況下連到Crank去裝 那你也可以就是連到那個 直接去必先下載它的VIP 然後用網頁連過去 然後網頁連過去以後 你可以在 在這裡程式套件 套件這邊 也可以用本機的VIP檔案來安裝 然後你就是選下載的程式套件 那這邊我就demo了 剩下的應該就只是一路點過去 那還有一種是 啊 今天好像還沒管 還有一種是用Compile 因為有的時候套件它不一定是 抓到的套件不一定是Crank公布 有時候你可能裝一些私人套件 那私人套件它們通常不會 不一定會給你這種搬你的版本 它通常可能給你的是Source Code 那如果是Source Code的話 你就要連到這個網站 結果去Google那個 有一個叫R-PoS的網站 這是網站 那裝了R-PoS以後 你就可以 就是可以對Source做坦白 然後便宜當R的套件 我應該已經抓了 但是我好像 哇 看來是來不及demo 那 我等一下demo那個in-r字底下來了 那我這邊先講一下 當你今天下載一個套件的時候 在R底下你可以 所以通常我第一步我是先Library 就是如果你想要使用它裡面的東西 你就要先Library它 Library有點類似Equo的 或是其他語言的 就是把整個套件載入 那這個叫PoS 那通常它這邊就會告訴你 它為了載入這個套件 它還公司它還載入了哪些套件 然後它也會警告你就哪些指令 哪些函數會被這個套件裡面的指令給取代 那如果你想要看一下它的大概了解一下這個套件的資訊 你可以用剛剛這個指令 就是Library然後Help等套件的名稱 那你可以在這邊看到它的Maintainer是誰 然後它的Version 然後一些相關套件的資訊 然後它這邊有些會提供一些函數 就是你如果使用這些套件 你該使用哪些函數 那你有興趣的人 可以再去查這個函數的使用方法 那還有一種是Example是不是 Example也可以直接打套件名稱 對對對 打那個套件名稱 這樣子 要不看我們寫 這個我比較少看到 通常是打它的名稱 套件名稱你可以冒號冒號 然後就會看到它裡面所有的名字 所以說 然後就隨便找一個 就選 要加一套網不用 對 後面打冒號冒號 就會 然後打太多就會看到所有的 所以它這邊列的都會有 對 所以它這邊列的都會有 對 只要是它還有裡面的 就有些塊 對 這個通常都看那個套件的release 有沒有去做 對 那 通常還有一種就是 直接去Google Google也可以 那RStudio 這個裡面的介面會比較方便一點 我重開一下 對 RStudio這邊它會幫你把所有 有裝的套件都幫你列出來 但是我不知道它 可以按到這個 這旁邊的背景 不要拿那個套件 拿這個 STAT這個套件當中 你也可以直接點它 然後點它以後 你直接在Package這個畫面 直接點這個套件的名稱 那你就可以清除到HELP 它會自動幫你載入 剛剛那個 有些像是 比較 HELP寫的比較完整 它就會提供DEMO 在這邊就可以看到 有些甚至會提供一些Tutorial 然後PDF檔 通常都會在這邊 那下面的話就是各個函數的那個說明文件 那進入說明文件以後 你也可以 除了DEMO以外 有的時候你也可以在說明文件的最下方找來 找到SampleCode 所以你在這裡你也可以找到SampleCode 這是另外一種找DEMO Code的方法 有的時候 作者他沒有提供DEMO Code 他可能是寫在這裡 就要去找到對的函數 然後 然後再把這邊 就是看看他這邊提供的SampleCode 然後看一下這個函數要重新的 那這邊他們都會 也會每一個引述做說明 然後returnValue也會說明 Value就是他 然後他傳回來 然後Details 還有 Note 還有reference 通常像我做研究 很常看就是這個reference 因為我想看說這個套件 到底是從哪一篇Paper出來的 那從這個reference 就還可以再一步查下去 會找到你的資訊 那我套件 好最後再補一下 那 確實 那 確實 那 那 那如果我們想要 就是從Source 去安裝一個套件的話 好這邊 這邊有很多R號件的Source Code 以這個KNITR為例 那基本上一個R的H的Source Code 大概會長這個樣 那Description 大概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 就是有關作者的訊息 然後 那你如果要有Source以後 你就 就直接使用R CMD INSTALL KNIT 這個INSTALL要大寫小寫 我有點忘記 所以我就 大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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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邊沒有 全部都沒關係 我就不裝 因為核保護沒有蓋過 好那 痾 基本上這樣子做以後 它就會自動去Compile 然後如果它 座子有寫測試 你就可以 它可能也會一併的做測試 然後 就會把那個套件給裝起來 那這個就是從Source安裝的 那Windows也類似 也是開comment line 然後也是打類似一樣的指令 然後 打那個資料夾名稱 就可以從Source安裝 那我今天介紹到這邊 謝謝大家